大家好,我是Amy 最近美国白宫移民政策改革草案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其中的变化呢,大的几乎会影响到所有持有美国绿卡的永久居民和已经规划的美国公民 华盛顿国会山报在5月27日的一份报道中表示 美国移民法改革的宗旨呢,将是按照优势价值来邀请移民到美国 不再是按照亲属裙带关系邀请移民 美国总统川普在上周五5月24日与白宫的发言呢,对此也表示 新的移民系统呢,将会用建设美国签证来代替此前的签证系统 并且呢,将会限制基于家庭移民的绿卡系统 而且呢,要支持基于能力和优势的积分移民制度 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的执行董事斯图尔特·安德森 5月24日在福特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详细地介绍了白宫正在研究的新移民法中可能出现的巨大变化 其中一个变化是,绿卡持有者可能不能再为其配偶申请移民 新的移民政策可能会禁止美国永久居民为其配偶申请移民美国 而且呢,只有美国公民可以为自己的配偶申请移民 这样呢,在某些人自己获得美国绿卡之后呢 他必须要等到五年之后才能申请移民规划 并且呢,成为美国公民之后才能为自己的配偶申请和办理来美的绿卡 那这也可能就意味着夫妻单独一方来美获得永久居民之后呢 只能在等到五到七年以后才能团聚并且共同地生活在美国 另一个变化是,公民不能再为他的父母申请移民 根据现行的移民法规 美国公民呢,可以为其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或者是成年子女 以及自己的兄弟姐妹申请办理美国移民 那合法的永久居民呢,也可以为自己的配偶、未成年子女 或者是未婚成年子女办理移民 但是呢,新的移民法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即使是规划后成为美国公民 那也不能再以像以前那样为他们的父母申请移民 另外呢,还有一点是获得美国绿卡也需要考试 而且呢,可能比考公民还要难 此前呢,只有那些从永久居民申请入籍的人 才会被要求到移民局进行基本的英语读写能力 和关于美国历史、政府机构等基本常识的测试 那正在研究中的新移民法中规定了 那些申请获得绿卡的人 也必须通过英语考试和美国常识的测试 并且呢,有可能比公民考试还要难一些 另外还有一点是现有的移民排期可能清零 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 目前呢,约有400万的人正在等待绿卡排期 其中呢,有360万是属于亲属移民 而且呢,这其中有220万是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95万是公民的成年子女 另外呢,还有47万是永久居民的配偶或子女 这些排期等待者呢,主要是来自墨西哥、菲律宾、印度、越南和中国 但是联邦移民局很有可能会将这些移民排期清零 并且呢,由新的绿卡积分系统来代替 白宫指出,目前呢,已经在等待绿卡的移民将有可能在新的积分系统中获得额外的分数 但是呢,没有明确任何的细节 不过呢,白宫现在正在研究的这个新的移民改革方案尚未成为法律 它需要经过国会的讨论和通过才能生效 期间呢,很多的细节可能有大幅度的修改 而且这个过程呢,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 那今天关于美国新移民改革方案的相关信息呢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